大家好,我是Giorgioです 話這麼快又過了一個禮拜 我們今天要問最後這個答字開頭的文言 第一個就是 DAROGA 就是正詞普通型 或者這件語詞 那件語詞或者名詞 後面的這個DAROGA 就是能說什麼嗎? 或者會是什麼什麼嗎? 有一點詢問 推測懷疑的意思 很簡單,大家只需要記住 就是這樣問好的形狀 在你的腦海就可以了 你一看到這個文型 就馬上是問好的意思 譬如這裡的例子 就是生田沒有來到學校 他是不是病了? 問好 所以大家一看到這個文型很簡單 不用記住這些中文字 就是問好 在你的頭上出現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終於轉了第二個 開頭的文型 這裡是小開頭的 就是 GE 動詞的彈形 或者是 E的原詞 加這個 CATTA 不要E未王 那的原詞 或者名詞 加這個 DAD DAD 或者就是 DAKE 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樣記不太方便 因為我們其實用讀音記 寫文言比較方便 所以我推薦大家寫這個 DAKE DAKE 是比較容易的 嗯 那我這樣一讀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覺 好像經常都在日劇中聽到 嗯 沒錯 它的意思就是 表示 是不是MIRRORMAC 就有點跟對方確認 或者是 自己在想回憶回憶出來的 那個時候用的文型 例如這裡 明天的會議幾點開始呢 這個有一點是 自己想想 嗯 這樣的意思 它多數是用在一些 關係親密的人 朋友之間 如果你想要禮貌一點的話 就可以用 MASUDAKE 或者DESUDAKE 這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很快就寫了一個多月 我們今天大概寫了55個的文型 也有一半多一點 是不是 差不多了 應該7月1號之前 我已經寫了所有的文型 希望文化篇 我跟大家一起寫書的時候 都可以幫助大家 至於單字的話 大家除了可以在我的IG上寫書之外 其實我推薦大家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利用搭車的時間 去背不同的文型 因為我是用讀音的技法 所以我會帶著一本攜帶本的單字 是用這個生前寫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 哪一本可以去我的IG 看看我的推薦書的清單 說回這本書 就是我會聽著它的MV3 然後不停地看 不停地聽 然後那些單字就會熟了一些 另外也會透過看一些不同的學日文書 因為它們會有些例子 例如你學文法的時候 有些例句 其實例句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單字 所以大家可以在溫文法的時候 順便用心一點去記一記例子的單字 我覺得會有趣一點 不會像背一本字典一樣 也蠻悶的 另外還有一些方法可以再記單字 不過這個片尾好像拍得很長 我今天就不分享了 我們下次再說吧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是Facebook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